大家好我是時光伯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萬年曆這種高級的複雜功能是比較實用 因為它每一天都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日期的資訊 不過要做好一隻萬年曆的碗標也不是那麼容易 今年上半年的新標發布 有好幾隻都是擁有萬年曆功能的碗標 我們選了三隻 它們分別擁有新的功能和突破 要了解萬年曆碗標的功能 我們首先要了解我們現在用的力法 我們現在用的力法叫Gregorian Calendar 自從1582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運用到今天 在Gregorian Calendar 裡面 我們一年是有365天 而在4691這四個月裡面是有30天 1357、8、10、12這七個月裡面是有31天 而2月就是有28天 我們地球圍繞太陽行一圈 我們所說的真太陽時 是需要365天 5個小時48分鐘和45秒 所以一年365天 其實我們是算少了五個多小時 所以每四年 我們就補回一天 就是有一個潤月 2月裡面我們就加回29日 不過加多了一天 好像又多過頭 所以如果那個年 是可以比100除得盡 例如好像2100年的時候 那年的2月 就是沒有潤月 但是這一種的計算方法都還未夠準確 如果那一年是可以比400除得盡 例如好像2400年 那一年的2月又有潤月 這一種反復 補償和扣減的adjustment 都未完全是可以反映到這個 真太陽時 而每3236年 都是有一天 不差 不過因為太長了 我們就沒有理會了 一個萬年曆的碗錶 最主要 就是可以分辨大月份 小月份 2月28日 和潤年 有2月的29日 換句說話說 去到2100年的時候 這些萬年曆就需要手動調教一次 因為他不知道那一年 原來那個2月是沒有潤月 那麼有少量的萬年曆的碗錶 是可以 take care 這個問題 他那個 自動的調教 是可以去到2399年 即是去到2400年 才需要手動調教 一次 例如好像IWC的萬年曆 就可以做到這個 今天我們想說的 三款的萬年曆 碗錶 第一款 就是Padda Philip的 In-Line Perpetual Calendar 一般的萬年曆碗錶 在錶盤上顯示的資訊 都是比較複雜的 那很多時候 就是會用一些 SubDial小標本來顯示 那個星期 日期 和月份 那樣 看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Padda Philip為了這個原因 就去研發 一個新的機心 令到他可以 用一行 去 display 那個日期 在12點鐘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長方形的視窗 上面就顯示了 有星期 有日期 和月份 加上指揮棒式時針 分針 整個碗錶的標盤 的設計 都是很精簡 和清楚 六點鐘位置 就有個小秒針 和月上 而在四點鐘位置 那個小圓形的窗 就可以讓我們看到 那一年是否潤年 而在八點鐘位置 那個小圓點 窗後 是讓我們看到 早晚的時間 是方便我們去調校 那個日期 這個 display 看上去 就真是乾淨利落 不過要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是挺複雜的 Padda Philip 就不是第一次 做一個 一行顯示的 萬年曆日期 在1972年 他們曾經出過一個 懷錶 是有這一種 這樣的 萬年曆日期的顯示 不過因為懷錶 那個size 比較大 所以他們 可以用三個盤來顯示 但是因為 今次這隻是碗錶 41.3毫米的直徑 11.5毫米的厚度 本身這個size 都是比較 compact 所以他就改用四個轉盤 我們在機心的正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報告 在左手邊 裡面那個盤 就是一個星期 外面那個盤 就是日期的10位 而在右手邊 兩個轉盤 裡面那個 就是月份 外面那個就是 日期的個位 每一天 那個星期 和那個 日期 都會轉動 而每個月份 那個月的轉盤 也都會轉一次 有一天 是會四個轉盤 都需要一起轉 所以變了 當日 來講 那個動力的要求 就非常之高 為了 令到 碗錶 自動的上年 是更加 efficient 所以 Parafilipe 就選擇 用一個 柏金 材質 微型擺脫 柏金 因為那個密度高 重量比較大 令到他那個 轉動 就是比較 更加 efficient 這個碗錶 是一個 新開發的 一個機心 他的基礎 是 based on 一個 年曆的機心 去研發 他本身 跟那個年曆的機心 的 size 是一樣的 可以見得 就是 Parafilipe 用了很多功夫 將那些零件 微型化 這個碗錶 一個柏金材質的 標殼 可以防水 30米 本身是有一個 藍寶石水晶玻璃的 底蓋 可以讓我們看到 那個機心的運作 他也加上一個 實心的 柏金的底蓋 可以 interchange 互換 這個碗錶 本身是有 三個專利 因為他要 處理那個 動力 穩定 獨時的清晰度 所以裏面 那個科技的含量 就非常之高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錶 是 Buggeri Octofanissimo Perpetual Calendar Buggeri的 Octofanissimo 這個系列 在過去的八年裏面 他總共是推出了有七款 世界紀錄的超薄的碗錶 是各種複雜的功能都有 今年 就輪到這個萬年曆 這個碗錶本身的 標殼的直徑是40毫米 它的厚度 只是5.8毫米 而機深的厚度 是2.75毫米 目前世界上 自動上年的 萬年曆碗錶 就是最薄 這碗錶本身的 錶盤的設計 也是幾乾淨利落的 我們可以看到 12點鐘位置 是用逆跳功能的指針 去顯示那個日期 而在4點鐘位置 就是一個小指針 顯示那個月份 8點鐘位置 就是一個小指針 去顯示那個星期 而在6點鐘位置 有另外一個逆跳的指針 是顯示那個潤連的 為什麼 Bouguerie會選擇用逆跳的指針 去顯示呢 可能是有個故事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2000年的時候 Bouguerie收購了 中標設計大師 Geragenta 的品牌 Geragenta 除了 做了 Vorale Oak 和Nautilus 兩款非常經典的運動錶之外 他還是做逆跳機心的 一個專家 所以這次 Bouguerie選擇了 用逆跳的方法 去顯示的日期 以及潤連 可能就是為了向 Geragenta 先生 致敬 這款錶本身 他也是用了 柏金微型擺陀 可以提供 60小時動力的 一個自動上鏈機心 第三隻我們想說的碗錶 就是萬寶龍 Heritage Manufacturer Perpetual Calendar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 自己研發的 萬年曆的 一個 組件的機心 今年 他們就把這個機心 配了一個 紅金的飄殼 配了一個 咖啡式的錶面 萬年曆 剛才都說過了 清晰地顯示的日期 是難的 本身那個碗錶 零部件多 所以要將它做到薄 和沒有太大 亦都是一個 非常之高的難度 如果一隻萬年曆的碗錶停了一段時間 或者沒有上年 或者沒有帶 你要再帶它的時候 去調校那個日期 都比較複雜 萬寶龍 為了 令到 配戴者 更加方便 他們設計了一個系統 就是令到這隻碗錶 可以用 單一個標關 前後調校 就可以調校時間 順便調校日期 這個還是一個快速調校的系統 調校一個月的時間 只需要大約一分鐘左右 所以調校這個萬年曆的日期 在碗錶上 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個碗錶的 標盤的設計 都挺乾淨利落 三點鐘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月份的顯示 以及裏面那支小的指針 就是顯示這個潤年 而在九點鐘位置 就是一個星期的指針 以及裏面那支小指針 就是顯示這個24小時 日夜的顯示的時間 六點鐘位置 就是有一個日期的顯示 以及月上 這個月上 就是122年 才會有一天的午差 這個碗錶 還有一個第二時區的指針 在中間那裏是一支扭空的指針 但是它是方便 你如果去到外國旅行的時候 就不需要移動 你家鄉的時間 變成了一個萬年曆 不會移動到 第一個碗錶是有一個 藍寶石水晶玻璃的底蓋 可以讓我們看到 碗錶機芯的運作 這個是一個自動上鏈的機芯 它是可以提供48小時的動力儲備 本身那個碗錶的直徑 是40毫米 就12.25毫米厚度 是用一個18K 玫瑰金的錶殼 可以防水50米 這個碗錶的錶面 那個設計都挺漂亮的 因為它雖然是啡色 但是它是有 兩種不同的打磨 在那個錶盤的中央的部分 就是一個太陽放射紋的啡色 而在那個時錶的圈那裏 是用了一些噴砂的技術 去造成一些一點點的效果 再在上面是油了很多層透明的力架 令到本身的錶面 是非常之有質感 碗錶是可以防水50米 配一條深啡色鱷魚皮的錶帶 本身的碗錶是經過了 萬寶龍的500小時的測試 然後才出廠 它是限量100隻 我們這次講的這三隻萬年力的碗錶 包括了 柏德菲利一行過的日期顯示 非常之清晰直觀 Bougueri超薄的萬年力 亦都是 令我們配戴得非常之舒服 Titanium 錶殼也都是非常之輕 而萬寶龍的這個萬年力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 非常之容易去調教 這個日期的一個方法 三隻萬年力 都有各自的精彩 好了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